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当然酷仁定律啊 你们在高中也都学过 电厂也有过这个印象 但是我告诉你 你高中学的那一套 高中学的那一套只能够用来考试 你真正要做研究 真的要解决问题 还不成用场 这不单单是电学 你上学期的力学也是一样 所以我 现在我们要讲的 跟你们高中的差别很大 差异非常的大 我们要注意的事项 也不一样 所以希望你们呢 先做什么工作 归零 你们上实验室不是第一件事要归零吗 所有的仪式都要归零 你先归零 就是忘掉你以前 所学的 现在开始 认真的学习 我们不多讲 我们一边讲一边告诉你 这个重要的 好 我们首先呢 我们首先 对这个 布伦定律 做一个 静电学里面有一些东西呢 我们做一些复习 这个我们就不去仔细的讲 比如说 在西文前600年呢 希腊的人就知道用琥珀 琥珀用羊毛摩擦以后呢 能够吸引氢的东西 这个现象 就称为琥珀起电 琥珀 这个时候呢 它带有的电荷 就带了电荷 它才会吸氢物啊 简称它叫做带电 一个物体会带电 这是用摩擦起电 带电 然后呢 我们就知道 在带电体上面呢 带的电荷是怎么一回事啊 什么东西啊 那么到20世纪初的时候 20世纪初的时候 我们这个 有Millican做实验 发现了 就是电子 在带电 比如说你负电 是由电子在带电 那我们电子 Electron 它就是希腊字 这个 念起来应该也是Electron 它意思就叫做弧 琥珀 就是琥珀的意思 好 那么我们现在简单的介绍 电量的单位 我们用库轮做单位 库轮 用C作为简写 那一个电子 一个电子 带有的电荷呢 是负的1.60219乘10的负19次方库轮 将来我们用的时候啊 你就用1.6乘10的负19次方库轮 就可以了 直子带正的1.6乘10的负19次方库轮的电量 这是由米尼库 它的 Oil Drop Experiment 就是油滴实验得出来的 好 现在我们用个符号 1来代表 一个电子的电量 一个电子弹的叫做基本电量 基本电荷 就是说你代电啊 你要不然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量 再不然就是两个 这个量 再不然就是三个这个量 没有说一个半这个量 所以这个叫基本电荷 Elementary Charge 我们就是用1.6乘10的负19次方库轮 这个就是带电体的最小额带电量 那么电子带的是负的 负1 实子带的是正1 好 那么电荷呢 有两种 就是正电荷跟负电荷 这是我们的纪念 那么同种电荷会互相排斥 一种电荷会互相吸引 这个我们大家都懂 只是一开始我们做一个复习 好 那么再来就是 任何带电体所带的电量Q 用Q来 以后我们通常都用Q代表电量 B为基本电荷1的整倍数 整数倍 1等于Q等于N1 N就是正1或者负1 正2或者负2 如果直子带正1 是用正的 像电子就是用负的 这个现象我们称为 这漏了一个字 电荷量子化 电荷量子化 电荷 所谓量子化就是说 它就是某一个量的整数倍 要不然就是这个量的两倍 要不然就是三倍 没有1.5倍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叫做电荷守恒 Charge Conservation 就是说我们假如有一个隔离的系统 这个系统跟你说东西跑不出来 外面东西也跑不进去 叫隔离的系统 它的电荷量一定保持一个定值 如果增加一个正Q 一定同时增加 一定同时增加一个负Q 如果减少一个正Q 同时一定减少一个负Q 它是一定的 不会无缘无故的 电荷量增加 不会无缘无故的 电荷减少 那么这个叫做电荷守恒 电荷守恒 好 再来我们就介绍酷仑定律了 我们前面讲过 我们都知道正电 两个带电体 如果带的电量是 两个都是正电 或者两个都是负电 他们就会排斥 有排斥力的存在 如果一个带正电 一个带负电 那他们就有吸引力 这是两千多年以前的人 就知道了 不知道他们之间 有力的存在 但是这个力多大 不知道 这个力多大 他们没有办法量出来 一直到 两三百年前 富伦出来了 他做了实验 他用Kevin Disbalance 做实验 就有两个带电体 一个Q1 一个Q2 他们相距的距离 大小是R 大小是R 那他们彼此所受的力 他计算出来了 他计算出来了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 力写出来 这个是我们 这是用项量 是后来加的 富伦那个时候 还没有这个东西 富伦只有他的大小 富伦是说 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力 跟Q1的大小成正比 跟Q2的大小成正比 跟Q1Q2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这个是他的比例 这个是他的比例常数 比例常数 他当然有单位 真的我们会谈到 那我们现在有了向量以后 我们就把向量加进去 F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Q2受的力 F 它的方向是什么方向呢 在这个式子里面 我们用R R R Univetal 就是这个方向 不过它不一定真的是这个方向 那要看这个Q1Q2 Q1Q2如果两个都是正电 或者两个都是负电 那么正正还是正 负负还是正 所以呢 F就跟这个同方向 所以他的方向跟这个相同 所以你看 他往这个方向 Q2受力往这个方向 是远离Q1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排斥力 如果一个是带正电 一个带负电 正乘负就是负 那这个方向就是跟负R Univetal的方向一样 就是说他受的力 方向是朝这一边 朝这一边就是什么 接近Q1 那这个就是吸引力 这是库伦的实验得出来的 那你说 为什么他要跟Q1成正比 跟Q2成正比 又跟R的平方成反比啊 这没有人知道 只有上帝才知道 大自然 这个就跟我们以前 牛顿的万有引力 这个力很相像 对不对 这个是 这个没有办法知道 这就是我们只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 那么我们就是库伦定律 库伦定律看起来很简单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你用起来很难 用起来很难 我们要用这个 库伦定律的时候 这里有个K对不对 有个常数 这个常数啊 如果你把它写成K 将来我们会有很多的量 从这里变化出来的 它前面的常数就很麻烦 一大堆东西 如果我们现在把K 这个常数呢 令它等于四排 Epsilon Zero分之一 现在看起来好像比较麻烦 可以多简单 对不对 你写成这一堆 但是你用这一堆以后啊 以后有一个我们很常用的 叫高斯定律 那它的式子就很简单 一说就很简单 OK 所以库伦定律可以写成这样子 也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这个K 就是等于四排 Epsilon Zero分之一 这个是一个常数啊 现在我们说 你要用这个式子啊 很麻烦 为什么很麻烦呢 它就是说 你这QNQ图 一定要是点电荷才能够用 不是点电荷 不可以用 点电荷才能用 什么叫做点呢 以前我们在讲 万有引力的时候 跟各位讲过 点就是说 指点 它只有位置 而没有体积 也只知道它在哪里 但是这个东西啊 没有体积 看不到它是大小 OK 那么这个是 就是因为这样子很麻烦 因为 如果你有两个带电体 都是相当大的话 比如说一个在这里 一个在这里 那你能不能说 它们之间 一个也是Q1 一个是Q2 总电量是这样子 距离也是R 不过这个R呢 就很难决定了 你要带这个式子的时候 好 它告诉你Q1多少 Q2多少 我可以带进去 K当然是一个定值了 问题就在这个R 你这么大的电荷 你这么大的电荷 跟这么大一个电荷 你这个 它们之间的距离 要怎么算呢 如果是指点的话 就没问题啊 对不对 有一定的大小 你就没办法决定 它到底是怎么算了 你差一点都 就差很多 因此呢 我们说它只适合于 Q1Q2 切为点电荷的时候 第二个 我们看这个适中的量 物理量 Q 我们用护轮 距离呢 我们用 R是用M 这是meters 公尺 F呢 是用牛顿 为单位 K 好 那么这个时候啊 你这个是牛顿 这个是库轮 这个是公尺 那这个常数的单位 是什么呢 K称为静电常数 静电常数 K 它是 差不多是9乘 10的9次方 N 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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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er square 乘 per koolin square per koolin square 这是一个 负号 负号 以后 这个 这个要记住啊 我们用这个 常数的时候 就是 9乘 10的9 之方 单位是 这个 然后你用 这个的话呢 那就是 总 个 4 π y0 分之1 要等于 9乘 10的9 之方 这个单位 那 y0 就可以算出来 因为这个东西 等于这么大 这个等于这个 那 y0 就等于 4π 乘 9乘 10的9 之方 分之1 那么算出来 就是8.85 乘10的 负12 之方 法拉 per meter 这个称为 电容率 这个常数称为 电容率 这个数字啊 以后会常常用到 当你用了很多次的时候啊 你自然就把它记住了 OK 就把它记住了 我不是叫你好像背单字一样 背英文单字一样 早上去公园去背 你多做 5D 6D下来 你就记住了 好 这是 你在用这个式子的时候 好 这个常数 分各量的单位 是这样子的 好 Q1 Q2 如果是同种电荷 我们刚刚讲过 就是 台子力 如果是一种电荷的话 就是吸引力 对不对 好 力 的大小 就是 互相吸引力 或者台子力的大小 跟两个点点和电量的乘积乘正比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就是跟距离的平方乘反比 这个了不起啊 它差一点就不行了 差一点 比如说它是2 R的2.0001次方 或者是R的1.99999次方 我们这个世界就改变了 世界的现象就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现象 万有营业是一样的 所以 R的平方啊 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 你能够决定这个数字了不起 了不起 我们将来就会讲一个叫做高斯定律 高斯定律就是R 就是这个力跟R平方乘反比的结果 如果没有 不是跟R平方乘反比 就没有高斯定律 那这个 我是顺便提一下 所以库伦这个人呢 非常了不起 他那个实验很难做 我们以前做过 我们是做万有营丽的 好难做 好难做 那么 所以库伦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科学家 好 那么这个两个静电 两个静电 静电荷的物体 它的这个力 我们称它叫做静电力 electrostatic force 又叫做coolance force 叫库伦力 它属于 连心力 属于连心力 就是说 这两个点电荷 之间的力 一定跟这两个点电荷的连线有关系 在这个连线上面 连线的 把这个连线延长 它一定在这个这条线上面 然后又属于超距离 两个电荷不需要碰到一起 就会有力 这个叫做超距离 OK 好 现在 我们来看一看 呼伦定律跟万有引力定律很相像 对不对 很相像 那我们现在就看看一个例子 有一个alpha离子 alpha离子 它的电荷跟电量分别是这个 电荷 电量 它的质量是6.68乘10的 负27次方公斤 它带电呢 是两个基本电荷 正电 它是 alpha离子 它是 氦原子的 原子核 所以它带电 它的Q呢 就是两倍的这个 那就是 2乘1.6乘10的负19次方 3.2乘10的负19次方 酷仁 好 现在要问 如果有两个alpha离子 两个alpha离子 相距R元 那么它们的静电力 因为它带电嘛 都带正电嘛 会有排斥力嘛 因为两个都有质量嘛 会有外有引力嘛 对不对 这两个力 我们来比一比 比较看看 比如说两个alpha离子的 酷仁力是这个 好 现在我们把 外有引力是用这个式子 外有引力 这是外有引力常说 好 那现在 我们把这个比一下 F1的大小 比上F7的大小 当然一个是排斥力 一个是吸引力 我们不管它的方向 我们是看到的 这两个除一除 R消掉了 看到没有 R平方消掉了 只剩下这个 你把这个K带进去 把这个G带进去 把这个G带进去 这个是这个质量 质量的平方带进去 这个数字的平方 这个数字的平方 这是两倍 一就是一倍的 成出来是这个 你们以后算出数字以后 票就得了 就了了 你要看看这个数字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很多科学的发现 都是从这个数字里面 去发现出来 你看静电力 跟万有引力 这两个质点之间的力 差多少 三 就是妈妈咕就说 三乘十的三十五次方 这么大 那就是说 万有引力的大小 比起这个静电力的大小 那是微不足道 我们在大自然里面 我们人类最先注意到的 就是万有引力 对不对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有静 有电力 有磁力 然后我们发现原子以后 有这个原子核里面 还有力 这四种力之间 最弱最弱的就是万有引力 你看他 电力 跟他差了这么多倍 如果我们不是 生长在这个大的星球上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会觉得 有外有引力的存在 比如说我们两个人 就算是一百七十公斤 不是不是七十公斤 不是一百七十公斤 七十公斤两个人 站在一个手背这么远 距离 你会不会感觉到 他吸引你 你吸引他 会不会 你们现在坐在旁边的 会不会觉得吸引了 不会啊 质量的吸引力 万有引力很小很小 但是 如果你身体有三分之一的电荷 三分之一的电荷 没有平衡 就是说你带的三分之一的电荷 是正电荷 他也带了三分之一的电荷 是正电荷 你万有引力 这么微不足道 你感觉不出来 但是这个电力有多大 你知道吗 这个电力有多大 你知道吗 我们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 Fireman 他举这个名字 他说这个力 不要说多大了 能举 有这么大的力 可以举起什么东西来啊 举起一部卡车 他那太小儿科 他说能不能把这个 美国的帝国大厦举起来吗 以前是他那个时代 帝国大厦是最高 他还太小 好 那再想 可以把整个喜马拉雅山的山脉举起来 哇 那个很大了 对不对 他可以把整个喜马拉雅山的山脉举起来啊 假如我们人体有三分之一的电荷 没有平衡的话 这个排斥力有这么大 所以电力呢 你要有个印象 它跟外游引力之间呢 它的差异有这么大 差异有这么大 那么这个例子就是告诉你啊 认识这一点 OK 由此可知 外游引力比起静电力 小的微不足道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 我们要计算 下面有个图 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电荷Q 就是这两个Q 摆在这里 大小是2乘10的-6这番库轮 第三个电荷大Q 是这么多库轮 它的距离就是 这里是0.3公尺 这个也是0.3公尺 这个是0.4公尺 现在问 这个Q 所受的总力是多大 当然你要算 它给它的力 它给它的力 是这个方向 对不对 同理呢 它跟它一样的大小啊 它给它一个力 是朝这一边 那我们就没有写出来了 我们就只算 这个F 这个Q 我们用Q 用4排 1 0分之1 小Q 乘大Q 我们算 它 受它的 静电力 有多大 我们把这个数字 带进去 然后这个Q 这是大Q 这是大Q 这单位都要写出来 0.5m2 乘出来是 0.29个牛顿 0.29个牛顿 那么 这个给它的力量 也是这样子的 夹角是一样 也是这么大 那么 我们要求这两个合力的话 那我们有一个方法 我们学过 以前学过项量就知道 我可以把这个项量 分成 Y分量 跟X分量 这个项量也分成Y分量 跟X分量 到时候Y分量的大小 一样 方向相反就消掉了 X分量 两个大小一样 方向一样就加起来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分量先算出来 Fcosθ 就是FX FY 它是负的方向 这个是负的 加上这个是正的 是负0.23个牛顿 好 那么 第一点也是一样 第一点 它的力是朝这边 所以这边是 X还是这么大 这边就是正的 然后加起来 QY 这两个加起来是0 FQY FQX Q就是代表它的力 它的力 X分量 两倍的FX 等于这么大 好 你看 我们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啊 怎么做啊 图要画出来 对不对 图画出来 然后 你要把这个 它算万有引力嘛 万有引力的势子 一定要算出来 我回到头 前面来看 那图要画出来 对不对 你 继算的时候 要用这个势子 这个势子 要写出来 就是静电力 F的大小 是这个 你用什么势子 要写啊 要写出来 告诉人家 然后把数字 带进去 带进去 之后呢 我们说 我现在把它分成 X分量 跟Y分量 你看这个过程 要写得清清楚楚 人家才看得懂啊 人家才看得懂 然后P也是一样 哈 还认� 要写得清几